而生气也有爱健康 但是接下来这群人他们不得不气了 本来和旅游业者说好到澎湖玩 有美丽的沙滩和私人游艇 可是呢到了才发现沙滩是垃圾 而且私人游艇变成了老旧的船只 我觉得一个民宿业者他必须要他是一个 一个道德而且他也是一个老师 他真的是一个老师他必须要有道德观 林先生在网路上看到澎湖业者 推出爱上爱你岛活动 纠团15人出团 没想到业者因潮汐问题取消爱你岛行程 原本期待的私人游艇变成乘坐老旧船 沙滩不满的垃圾 随团幼儿不敢玩沙 回程的最后一天 退休教室的澄清业者态度人不积极 让团员玩得以肚子气 向台中市议员陈青龙投诉 爱你岛这个行程前一天 他才传简讯跟我们讲说 不能去就是潮汐问题 码头的时候才知道没有游艇 就是我们要跟其他人一起挤 本来他说是什么新沙之类的整海滩是很干净 就是满地的垃圾 碎玻璃 是这种游艇 这种大型的游艇 跟原来宣传的私人游艇是完全不一样 诚信业者强调 私人游艇是往返爱你岛的交通工具 因潮汐问题取消 行程改为其他地区才会搭存该线的交通工具 对于行程更改的部分 他愿意每位团员退费250元 但团员认为旅程没有业者所说的豪华程度 无法接受只退费250元 以向消保官申诉 两周内双方将召开协商会议 联合报林沛军台中报道